遠處槍聲不斷 民眾驚慌失措拔腿狂奔 美國德州這個週末在發生大規模槍擊案 一名全副武裝的槍手闖進購物中心開槍掃射 造成多人死傷 其中還包括兒童在內 一些目擊者透露 在現場至少聽到30幾聲的槍響 空拍影像顯示 好幾百位民眾列隊走出購物中心 許多人還高舉著雙手 警方表示認為槍手是單獨犯案 事發過後已經在現場遭到警方擊斃 詳細動機還在調查當中 對於美國槍擊事件再再發生 總統拜登下令所有政府機構降半旗 並敦促國會應該盡速採取行動 立法禁止半自動步槍和其他致命性武器 今年以來 全面已經發生將近兩百起大規模槍擊案 奪走超過一萬四千條人命 不過這幾天在德州卻顯得格外不平靜 在槍擊案的悲劇發生過後 當地時間7日又有一輛休旅車 衝撞在一處巴士站等待的民眾造成多人死傷 直見受害者的物品四散在路旁 警方仔細地檢視現場證物 這起撞人事件是發生在德州邊境城市 布朗斯維爾一座移民庇護所附近 根據庇護所人員說法 大部分的受害者都是委內瑞拉籍男性 而監視器畫面發現 肇事的車輛先是在大約30公尺外的距離闖紅燈 才壓過在巴士站的人 駕駛事後被路人逮住 並移交給警方 至於這是否是針對移民的仇恨犯罪 當局已經展開調查 環宇新聞黃宇君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直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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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